来一个很好的证明 即是有在做事的 没错 开 《玩具TV》第十二季第十二集 是不是第五节 好 今次要介绍的是 《千值年》 一个新的1比12的系列 连同1000toys的人形 其实算不算新的呢 它和之前的《Hellboy》 是否算是同一个系列 我又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很有趣 它玩下去的手感和《Hellboy》很相似 都是那种包胶的身体内 是浪空了 不过我们稍后再说 今次的一对活寶就是 《黎智Devil May Cry 5》 这个彩盒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没有了以往一贯的软軟的感觉 软軟的感觉 你会看到 一对用了这些彩色的剪影 后面就是几个不同的姿势 一贯都是这样的 介绍铲品的资料 就在我后面了 今次一开就做个Deluxe version 是啊 它也有普通版的 好像欠百多元 但好像欠两三把武器 即是强你买Deluxe 你都会被迫的了 因为真的差很远 Deluxe包装些什么呢 先看看今次《Devil May Cry》 一个挺黑人憎的角色 Nedro的工具 主体 另外它的断臂有无数的辅助手 另外有一堆手型 我自己个人挺欣赏 就是它的面 可以有几个表情给你更换 以及它一大堆的龙爪 以及这个工具 明天又如何 那你就会看到 它也是这把 不记得什么魔剑 然后有两把大剑 最型的就是它的剑 整个游戏 然后它这个特别版 是有这三折棍 几款的三折棍 以及整把连成的版本 也是有 加上手上的四对手型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盒 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游戏也没什么心机 玩到尾了 叫我有玩一下 为什么呢 不知道呢 有粒东西是继续在哪里的 我们稍后试试一下 好 都可以看一下 说明书很简单 一张纸 两开 介绍本身deluxe版 内面究竟这个Nedro包 有什么 以及 比如说你要摆价餐的时候 有一些笋位要留意 一些假手的位置 如何换手等等 等等等等 好 研究到刚才那块东西是什么 对 原来是这样的 它的背后面 就是这块东西可以 安装在背上 应该是遮住 背部本身有个洞 那个洞是什么呢 是拿来在背部 那里 抽一条笋 插穿了洞 就可以插入刀 可以插几款不同的刀 可以插几款不同的刀 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 是时候玩一下 我以为拖 都很温馨 大家学玩开千籍练的人 都知道 其实它一般就是 它有个密实袋 就安装着地台 然后呢 它也不会贴你 它里面有个说明书 也是另一个独立袋 再装进去的 今次这一款系列 这一对活宝 都挺统一的 就是它用一件外套 配上里面这个PVC 胶的素体 就营造成全件 都是穿衣服的感觉 先移动它 好 挺想洗衣服的 脚的頸子 有两届 所以真的是 跌一浅 它都是能看到的 这个挺个人 它开的挺好的 它的脚的勾处 跟着胸前面 一对锁骨一斜 所以不能够过褶 这里后面 可以看到 关节位 这里是特意看的 因为它里面 是一件雕刻的衣裙 所以这个破阻位 就是很小 我看到這些仿佈的質素,我突然想到NECKAR NECKAR100-200元的質素真的不會比他差 NECKAR是無敵超班人,真是神經病 你會看到這件衣服本身車縫的層面是很多 NECKAR應該是大概7吋左右,大概6吋左右 你會看到這件衣服的所有在遊戲中看到的Cutting 不同層面或是車線的裝飾全部都存在 其實這件衣服以1比12來說,我自己覺得是車得非常好 其實這些關於彎曲的車線很難車,而且每件都很難對位 你會看到它很有心地還原給你,甚至是扭空了的帶 但是始終彎曲的東西,大家玩開都知道有個風險 盡量不要曝光,或者是太潮濕的狀況 那它這件衣服很好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它有鐵線給你造型的 你是可以隨便做一些隨風擺的姿勢的 是很好的,它不只是上面這裡有鐵線的 它連旁邊這些細細的位置都有鐵線的 因為其實你只有上面有鐵線的,有很多時候 它會在這些位置不知怎樣去套左套右 它中間都會藏了鐵線給你 所以你玩起來就很容易可以放到一些很帥的姿勢 所以你其實看這個Negro 它本身有個帽子可以套住 還有一些人造皮在外面 剛才阿嘉都說過了 本身因為這件衣服有鐵線 你就可以做到很多很漂亮的隨風擺扭的造型 這個真的沒得輸 衣服我不脫,我真是扭底 這衣服很棒,很容易脫的 因為可能Danti的衣服本身比較闊 Negro就差一點 這個可以這樣一拉就脫了出來 Negro也很方便,因為它的手是可以拆的 是嗎?是呀 我們可以現在看看可動 正如剛才所說的,你會看到頸部的可動 其實很有趣的 它這件衣服的外觀 它真的好像衣服一樣 因為為什麼呢? 你捏下去,它裡面的骨架很小 其實它整個只是一個造型 所以你扭動的時候 有時撞到它,它就會自動退開 效果也很好 其實這款的感覺上跟Hellboy很相似 因為它都是一樣的 裡面有一個架,然後它照留 那你動的時候 你就會屈到它外面的衣服的皮 很有趣的 它真的好像穿了一件衣服一樣 那它跟Hellboy一樣的做法 是這個肩膀 整個三個肌是跟住了它那個手臂 它是可以這樣炒上它身體上面 但是可能你這樣看 你覺得擺直的時候不是很自然的 但是你去做一些抬起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它看上去的感覺是不錯的 那麼水平轉也有 即是手部這些雙軸關節 水平轉,其實你會看到它很自然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除了上面這條有一轉之外 為了它不破壞它太多 其實它這個部分都加了水平轉 所以你扭起來就未必一定要用這個去扭 每人一半,每人一半 其實效果都不錯 一些拳頭的可動 基本上都很足夠的 我想可能是個別手型 它甚至可以動得大一點的幅度 腳步 抬腳 它的衣服也不會阻止它 因為它完全是PVC 但是一些水平轉也沒有問題 但是唯一有件事比較尷尬的是什麼呢? 它的褲子就是雕刻的褲子 剛才德哥也看過了 我們現在來咬膝蓋了 要很有心理準備 咬出來的膝蓋,你看看裡面 很抱歉 這是我想整件事最需要改善的地方 對,這是一個很尷尬的關節 令我有一些想起柔黃軟 對,有些想起柔黃軟的狀 你看看本身手肘的位置 反而感覺就沒有那麼尷尬 一來可動性好 而牙齒的顏色也不會很突厚 也不會有一件東西摺出來 在黎膝蓋你會看到一條很雅的褲子 半光雅褲裡面有一件很光的膠件 所以就很尷尬 其實如果它做一個磨砂在上面 就不會那麼尷尬 其實這件事都可以有一點起學 我想這樣說 其實本身我想 SHF也有做到 就是本身在一個膝關節那裡 多開一個關節 那本身其實就一來可以改善到可動 而膝蓋的位置就不會那麼尷尬 但現在就很尷尬 我覺得可動都不差 要是它補位的部分 真的有點尷尬 即是比較像一些 可能以前HCM Pro那種 舊式一些的拆件方法 把所有東西都收起來 是的 所以能夠把膝蓋的分件 再開到一個關節就差很遠 那我們也可以看看腳碗 或者看看腳碗 腳碗咬前後是很厲害的 嗯 左右也很好 但是咬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裡也有個洞 是 過村崩位 但是它是一個很強的可動 你會覺得情有可原 那些腳掌前掌可以動 可動大概是這麼多 其實是很好玩的 當然 你擺一個漂亮的姿勢 其實很容易 因為本身就著整件東西的可動性都很高 如果你說用1比12的人 就是數體來說 它真的擺了很多很漂亮的姿勢 都沒有問題 背脊 我也不要說穿位置 它就零零細細是一個筍口 方便你外掛一些武器在上面 當然你塞進去就完全可以遮蓋 沒有問題的 Nedro的賣點就是它的右臂 你是否想吐槽一下本身的劇情 算了 我不太專業 免得讓別人吐槽 我吐槽得不好 OK 都是分享而已 在編排上面 其實它就著Nedro斷手 都挺兒戲的 在劇情裡面 不過這個後話 放了兩隻手給大家看看 另外一條腰也可以放兩隻 可換性來說 它真的不會讓別人吐槽 面相 我這一隻我覺得是合格的 但反而我看到彈丁 好像很多天沒有睡覺 我看上去 Danti的樣子 你看上去 他本身 去到Jedford還未快五 其實他已經年紀比較大 有些白鬍子 或者是樣子有點露態 但這個樣子應該是 似乎是類似 除了眼睛之外 我覺得他可能是有些隱君子的狀態 錯 他的皮膚很蒼白 然後眼神比較 比較 不懂得說 放在側面 放在側面 比較厲害 所以相對比 我反而覺得 Nedro的頭 就出得比彈丁好 但其實 都不是 即是跟 遊戲中的差距 跟遊戲中的差距 是有些距離的 但你會看到 他很有心 可能因為 這些1比12 眼睛比較難印 你會看到 眼珠 是拆了件出來的 是 從後面再裝上來 是 看到 他另外拆了件 我們在這裡看 這個是另一個面 每個角色有三個面 你會看到 後面黑色的件 就是眼珠的拆件 然後他就挑通了 臉部的眼的位置 然後塞上這個件 其實這樣的尺寸 是很難去做移印 人的眼一般要噴油毛 可能他拆出來 就為了容易做移印 某程度上來說是好的 好 好 我們看完主體 看完可動 也可以是時候 看一下武器 因為我想這一套 要買 其實最主要買 是買假衩的 大佬 那方才 麻倉就幫我補完 一些東西 這把 就叫叛逆之劍 這把 就叫彈丁之劍 這把 就叫斯巴辣 斯巴辣 你會看到 劍上面的一些雕刻 但是我還是有點尷尬地 其實這套 武器 它是比較模糊 一些的 我感覺上 好像 不太實 而且 好像在帽子 就未必可以挑得夠深 所以 我想 印出來 帽子有點模糊 對 跟千直連一貫有些不同 因為千直連很多時候 東西都可以很滋 很鎮 你會看到這把劍 是比較頓 那邊位 也是比較厚 一些 跟以往的風格有些不同 這個是另一把 還是你會看到 上面的花紋 可能會比較模糊 一些 其實玩了 我反而真的 喜歡玩 Nedro 多些 因為它那隻右手 真的很刺激 真的很爽 當然你說 在 Devil May Cry 5 裡面的角色 是否討好 一回事 其實我真的覺得一般 但是它的配件 和可玩性 我就真的比較喜歡 Nedro 多些 我喜歡它早兩集 那個造型 就是長頭髮 就是有些像 Danti的時候 那個造型 比較帥 那隻手是比較帥 不過去到這集 好像被人砍了 然後 之後就 變了無數 那麼多碑 就馬上換了機械手 然後 它機械手還要是 數碼化地換手 很奇怪 玩下去 我就一頭沒水 我覺得 很辛苦 我自己看見 少許意見 其實我想 如果就著頭雕方面 可以再花多一點工夫 還有本身 其實 Figure的可動性 和可玩性 其實都很高 但是如果你說 在武器方面 再講究多一點 在雕刻方面 再給多一點工夫的話 整件事 我覺得會出很多 其實我正在想 是否因為 它的武器 你會看見 是ABS 我想是因為 它在畫圖上 因為 其實以往要出一些 很仔細 或者很自然的花紋 的時候 其實一般是要用 一些PVC 即是用一些 SSL織出的 PVC 但我想它可能 應該是用ProE 再重新畫 但是有些 太自然的面 很難畫的時候 他們就直接 有機會是因為這樣 因為 畫泡衣 是全部面 要配數 例如一個粒糊 是多少度 就變成 在畫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就可能會有 很正常 要看 但是其實 你看到幾把劍 都很複雜 你看到這把 是PVC 這些是很硬的 這些應該是ABS 但它都做到這個面 的話 就應該是很用心 畫過泡衣 但我不太肯定 始終這些物料的東西 都是要 實測一下才知道 那 剛才說過 它背部的劍 其實這個部分 裡面 是有一條筍的 那你就可以把它 它衣服 這裡有個洞 你可以把它開出來 這個挺好的 真的要一讚 就是這個系列 那些衣服 真的出得很漂亮 這系列的衣服 真的很漂亮 那這把劍 這個有一個 可以拆開 你可以把它拆開 然後它裡面的筍 其實是另一邊 是一個波頭 你可以隨意放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挺好的 我挺喜歡這個設計 其實我未見過 第一次見 我可以在背部直出 有一支柱 你說 肉不肉酸 其實我覺得 我能遠 你有這樣的柱 讓它背著 背著武器 你的衣服反正有個洞 整件事 我覺得都很舒服 我是買的 你玩這些 你不會不會穿衣服的 有 如果你一定會穿衣服 其實都可以的 其實PVC製的衣服 跟Nekka一樣 都是做了兩層 衣服還衣服 身體還身體 所以其實穿衣服的感覺 是很像的 而且本身可動性又高 可換性也不錯 目前為止 都是一件不錯的產品 還有你見到它的武器 劍 好像有很多 但是 其實它拿上去是很輕的 所以這個玩偶 拿上去的時候 其實你很少會看到一些 手軟的狀況 不過可能有差一點 就是一些 例如你把劍擺得太橫 水平轉的時候 它有機會這位置可以 可以 因為本身的手教位 未必可以承受到 因為這個水平轉的部分 就有些不同 因為它 可能PC插進去PVC的時候 的配數會不會太好 所以一般你自己 稍微平衡一下 但我覺得它也很實正 而且衣服很方便 看到它的手 我經常想起Super One Super One只有四款 它比Super One 除了幾百刀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棍子 這個武器 我不知道怎麼稱呼它 但是它很有型 它是圍著一個圈圈的 你怎麼握的 很有型的 它兩隻手握兩邊 然後另一邊夾到家裡 是啊 是啊 這個是一個三折棍 它的三折棍 也可以組成一支完整的棍子 什麼時候肯出維吉爾 我看到另一間公司出維吉爾 那一比六版本的 可以不可以 它出一個Deluxe版 你知道嗎 然後又有地台 又有半套魔甲 砌在身上 你給了錢的那些 情何以堪 是啊 還有一個主體套衣服 甚至乎那些刀是一模一樣的 它是給多一個厲害的地台 現在是有眼油燈 然後有幾級樓梯 哇 很生氣 真的 作為一個買了的人來講 我好憤怒 真的 真的情何以堪 那怎樣也好 今次介紹千職電這個差不多 我沒有記錯這個Deluxe版是千多 1080 好像差不多 總之你去千職電是1080 嗯 有興趣就做一下吧 希望接下來 不知道會不會還有其他 那些1比12系列 應該就派了貨 其實現在有興趣可以去千職電 碰一下運氣 好 玩了那麼多 待會見 好 蛋湯 有沒有有光芒 有 想問你吃嗎 我想吃東西 想吃東西 想吃東西 好